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提前推出了一隻Buddy Red的Jack Star的Burlowa 很快就不要殺了 亦是想和射飛機的錶迷說 這是你的損失 因為那些錶真是很美的實物 說回今天的彩蛋片推介 是一隻SEIKO的SOLAR 如果一眾是光動能的錶迷 一定要留意這隻手錶 豬仔其實不止第一次介紹 一隻性價比值很高的 SEIKO Prospect的SOLAR POWER 光動能手錶 光動能手錶如果你還沒試過 或者你對光動能手錶有誤解 豬仔一定要留意這條視頻 一隻SEIKO的光動能手錶 這一隻採用了光動能的V157機芯 精工的自家機芯 動力處能達到10個月 亦都配備了藍寶石的玻璃表面 200米的防水 一起試試藍寶石玻璃表面 預備了一支鑽石筆 9到10度的硬度 9到10度的硬度 9到10度的 最弱這個位置 8度 6點位置最弱 8度 其餘都是9到10度 沒錯 9度10度的藍寶石玻璃表面 基本上都是耐磨 防刮花 玻璃用多久都不會刮花 為什麼我片頭說到有些錶迷會對光動能有誤解呢 其實就是 他出去換光動能電池的時候被人騙了 為什麼呢 就是 例如他換一顆普通電池下去 走兩年不夠 這隻錶又停了 他就會對光動能Solar Power這個名詞有誤解 另外也有一些錶迷會對光動能手錶有誤解 就是 他說光動能手錶 經常不帶他就停了 其實 10個月內 你只要用他一至兩次帶他出去 其實 被他照到光 任何光源 錶都是會走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方便的懶人錶 也是一隻diving watch 潛水錶 藍水鬼的光動能 做了放射性文錶盤 紅色的秒針頭 非常之長 錶關上面做了螺旋式錶關 放在三點位置 亦都有護官位 還有錶關上面也有一條紅色邊線 呼應這支秒針 看看他有沒有世界級夜光 一起來看看 硬度的藍寶石玻璃錶面就有了 夜光方面 看看厲害不厲害 diving watch 非常之厲害的世界級夜光 再看看細緻造工 圓南寶石玻璃的旁邊位置有什麼呢 首先玻璃做了斜邊 看到嗎 也起了一級 另外那個 斜邊的玻璃 側邊味道斜邊的位置 做了一條銀色的拉絲金屬邊線 看到嗎 再加上藍色的鋁片圈的斜邊 而這個鋁片圈也是做了這個 看到嗎 做了這個唱片盤紋 有些紋路在這裏 變了跟亮身的啤酒很不同 刮花座沒有那麼角眼 側邊做了一條銀色金屬邊線 變了更加有質感更加有層次感 令到整個手錶 側邊做了狗牙坑的打磨 凹凸的狗牙坑打磨 非常之順滑 凸凸凸凸坑的 起伏很明顯 錶腳的位置做了一個 拉絲的不鏽鋼 中間做了降光身 延伸的側邊部分做了拉絲 拉絲鋼拋鋼 拉絲鋼拋鋼 左右兩邊預留了錶洞 比你方便更換錶帶 比起一般的diving watch 比較薄身一點 有很多時候潛水錶比較厚 這個比較薄身 用了一個光動能的機身 錶帶方面做了一條有防線手紋的精工錶帶 用了一個prospect的海浪錶 花紋的錶帶 另外一頭做了一個 不鏽鋼的針扣 上面都有SEICO LOGO 還有一個不鏽鋼的油環 銀車針扣和油環 有LOGO的油環 先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底蓋就寫著這個 中間有個prospect的海浪Logo 寫著V157的光動能機身 Japan movement 200米的防碎 Sephy Stinger Steel 藍寶石玻璃錶面 再加上了不鏽鋼 反過來給大家看 整隻錶很有質感 用上了藍寶石錶面 放射性紋的錶盤 這隻手錶是屬於大錶徑的 這隻錶不算重 也很輕 試試看給大家看 這隻機身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抗磁4800 重量方面 89.5克 試試看那個錶冠 向下轉動 放開錶冠 踢起座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6點多中輔音的位置 先拉近鏡頭 半格教過日力槍 一架一架一架 聲音不錯 手錶 好 教完之後 按進去 向上轉動 鎖回錶冠 迫著它 一二 兩圈半左右 就鎖回錶冠 試試這個 潛水錶圈 一個單向的潛水錶圈 做了120K的 轉動的手錶 非常順滑 很滑的 很滑流的感覺 整隻錶的錶徑 看看多大 屬於大 mont 目測 顧 42 formats 試一下做給大家看 直徑方面 42.7M的锶徑 axe 2.6T 厚度方面 11.1mm 調避 潛水錶來說 較平 repeating 筆肯 X scene 48 先試試擦 我們先戴上豬仔14.8的手腕 穿上去 手感如何 戴上豬仔14.8的手腕 42mm的錶徑 48mm的褲子 但比我想像中 手腕帶上去不算很大 因為褲子很貼手 很貼手 沒降出來 所以比我想像中的錶和它薄身 只有11mm厚度 以潛水錶來說 很貼手 很舒服 超乎了我想像 這錶建議零售價4180元 坊間賣3600元 4000元 3200多元 不等 豬仔超順價推介 2180 2180元 我有兩隻現貨 多過兩個錶迷可以訂購 大概七至十一左右 如果還沒試過光動能手錶的你 強烈建議你試一下 包你外上 豬仔很喜歡光動能手錶 尤其是出門趕時間的時候 力氣就能行 不需要像機械錶一樣慢慢調教 喜歡這錶的你 可以在WhatsApp給我 可以打給我 一隻Seiko Prospect的藍水鬼 一隻膠帶的 2180元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隻光動能的V157的Solar推介 2180就除以4180 其實五二折差 五二折非常順的價錢 希望你喜歡這隻 今天彩蛋片推介 大家賣安 明天見 拜拜